你最柔软的那一部分在哪 不是 我本来是情绪很稳定的 然后就被你们搞的 我现在挺好的 挺好的 你这个特别真诚 特别好 还是搞晚会吧 你可真好啊 铁着 但我们还是慢一点吧 我要使了 我害怕 哎呀 好了 好了 这样 死蛋 死蛋 开始吧 开始吧 这段话呢 写给24岁的李月勤 24岁这一年呢 你爱一个人 特别爱 就全世界就他最好 然后你想尽办法跟他在一起 然后他说 你要是瘦了 我就跟你在一起 然后你就开始减肥 疯狂减 确实有效果 确实瘦了不少 但是也没有那么瘦吧 你也知道你再怎么瘦 你也还是一个胖胖的人 然后有一天呢 大家在一起吃饭 然后这个人呢 抱起了你的一个好朋友 那个你的好朋友在他的怀里腾空了 然后你就很羡慕 你就问他说 那我要受到多少斤 你才能抱我呢 他说 我真的抱不动你 你咋的 你也得受到100斤吧 100斤我就抱你 那个时候你是很绝望的 因为100斤这个数字离你 起码有156年了 然后从那以后呢 你开始特别抗拒别人的拥抱 当别人试图 大家摇摇晃晃 互相抱起来的时候 你总是非常的恐惧和颤抖 然后并想强行挣脱这个怀抱 那今天呢 27岁的立月秦 给你写这封信 或者录这段话 并不是想告诉你说 人要爱自己 美都是多元的 胖也很可爱 这都没用 我只想跟你分享一个 今天的小故事 这件事情非常小 今天呢 有一个女孩 她高高瘦瘦的 特别的瘦 就人家那个腿吧 就跟你那胳膊一般粗 但现在你切菜 割到手了 然后这个女孩 可能是想让你开心 或怎么样 她要过来拥抱你 她又把你抱起来了 那是你大概小月三年级之后 第一次体会到 双脚离地 在别人怀里腾空的感觉 可是那个女孩那么瘦 她那么瘦 她都把你抱起来了 剩下的话我就不说了 你那么聪明 你应该知道 所以今天 说这段话给你呢 一个是分享给你 我今天的喜悦 另一件事情就是 谢谢你 陈瑜 我心里有一块 曾经枯萎过的地方 今天因为你 又发了一颗小小的牙 你治愈了我 心灵深处 一块曾经我以为 已经坏掉了的地方 谢谢陈瑜 我再抱你一次 还好吗 不行了 我迷我 撕着奔起来 不不不 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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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救你 你真的把我抱起来 我有力气的 你也太有劲了吧 他这么瘦 他能不能把我抱起来 不是我的问题 对不对 不是 不是 他让我觉得 我可以被抱起来 那不就意味着 我是可以被习惯和爱的 快 来个人给我藏一下来 来 我这不得给你抱一下了呀 公主吧 得找人把你抱下来 害怕 可以吗 快 快 快 不行 腰不行 腰不行 别别别别 不行 不行 腰不行了 不让我爸呢 我们有的时候不要太强迫自己 也不要太为难自己 因为 我们可以做一个 没那么优秀 也没那么努力的 普通人 但是 如果我们很喜欢自己的话 那就一定会有别人 喜欢到你 你就有命 是吗 你 我 你 你 我特别期待王川军 我也期待 就是他能怎么说话 你觉得军哥会跟谁说 我觉得他会跟他姑娘 女儿 女儿 我得军哥会弄点不同的东西 听听 感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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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像对着大自然说的感觉 有吗 有点像冥想的某一步 对 对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了 这段话是要送给一年以后的桃花屋 不确定那个时候你还会在 可能你被拆了 但是我们这些人都来过 刚才用了其实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想跟大家一起听一听大海的声音 我们好像做到了 但好像大家也很在猜想我到底要干什么 很开心认识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 最后祝大家早安 午安 晚安 果然 晚安 哇 哇 哇 我非常感谢他们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他们 因为我是在那个当下才想起说 我说我想感谢我想我可能这话是想对桃花屋说的 但是成就这件事情的除了这个地方之外 是人 最后在你呃生命中留下所有痕迹的都是故事的记忆的全都是人 哎我说哈喽啊路飞的时候你笑的好大声 啊你都听见哈哈哈哈喽啊路飞啊哈哈哈哈哎呀呀呀 啊